线上系列讲座符号学于当代艺术的第九期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服务器艺术基金会的艺术总监顾振青 向各位线上的嘉宾及观众朋友们问好 符号学于当代艺术是由服务器艺术推出的有名堂线上系列讲座 首先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服务器艺术 服务器艺术是一个筹备中的艺术基金会 它以服务人类的智慧进化与资深产为宗旨 以追问未知与追求良知为己任 它立足于艺术的当代性国际性语言创性 致力于探究全球语境下的当代艺术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 服务器艺术有名堂系列讲座 是一个海内外学者寄计一堂的云当课堂 我再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个符号学于当代艺术的线上专栏 服务艺术有名堂推出这样的一个专栏 主要是为了以下四个学术目标 一是要把当下的全球符号学研究的形式分析系统理论 引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圈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 二是要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传播、批评和理论研究 提供新的方式方法 三是要梳理打通符号学研究 与当代艺术知识生产体系之间的关联 推动在地社会的认知结构的普遍提升 四要探索当代艺术的文本语境 与不断刷新的理念 在符号学研究中的本土实践与实用场景 今天的符号学讲座有两个环节 一是主题分享环节 一是讨论环节 哪位观众如果对主题分享的讨论内容有兴趣的话 请你把你的问题发到聊天室来 在主题分享结束以后 在讨论环节 我们将选择聊天室的问题 向演讲嘉宾和讨论嘉宾代为提问 首先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演讲嘉宾 任海老师 任海老师来自美国 他是一位人类学家 也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 与人类学的学院的中生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 重庆巴语学者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参与试艺术 研究性艺术 误导向艺术 公共艺术与公共文化 比较媒体与技术 还有审美哲学都市研究等等 今天任海老师将会以 物导向哲学与艺术的生成式审美 为题展开主题分享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任海老师 开始今天的分享 有请任海老师 现在可以打开PPT 开始你的分享 看到 看到了 可以看到吧 看到 声音听得见吧 听到 先开始 好好 谢谢 首先我想感谢服务器艺术 和四川美术学院 和亚利桑那大学研究性艺术工作室 共同主办这个讲座 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 我也非常感谢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这几年在这个领域方面的一些研究的一些心得 虽然说今天的讲座 会介绍很多的哲学的一些概念 但是呢 我也想通过这个机会 不仅是介绍一些学术的概念和方法 也介绍一些我自己的研究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那我就开始了 首先呢就是我先从这个概念出发 其实物在我们日常生活 在很多的方面都是随处都可以见得到 但是呢就是很多的情况下 我们并不会去注意到它 那大家对当代艺术的理解 很多呢都是跟作品 都是跟物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 通常是把材料进行加工 然后呢做成一个作品 这个呢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材料 但是呢最后是有一个对象 然后再做成一个作品 那前面在这个图里面 大家看到的这三张照片 实际上广泛的定 就是它有这种很纯的艺术 也有这种不是很纯粹的艺术 但是无论如何吧 它们都跟物有密切的关系 落像馆里面的名人的雕塑 然后中间这个是在一些机构用做研究的一些照片 然后最右边这个呢是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是一个在地的一个作品 这些图像呢都指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的艺术家 不同的人在使用和考虑物的问题的时候 都有自己的这种出发点 这种出发点很多呢就是会区分 哪一部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 哪一部分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那这个物这个词 虽然说我为什么打引号呢 就是说这个物这个词 这个概念是需要我们去研究的 它并不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概念 在我把汉语的拼音物放在那里 然后有拉丁文拉丁的物的概念 有德文的物的概念 然后英文当中啊有两个概念 这两个概念是在中文里面常常是交替的翻译成物 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些概念提出来 然后主要是想让大家去考虑啊 其实物的这种状态有很多种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很多的值得研究的这个方面 然后在艺术的界里面 我们会在考虑物的时候 常常会跟其他的学科发生接触 然后哲学跟艺术的这种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呢我今天的讲座 其实内容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也不会是说 所有的都能够讲的特别的仔细 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内容 第一部分呢 我先把物导向的这个概念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呢就是介绍几个概念 然后不会去很深入的去讲 它的体系的问题 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具体的人 都是在这个讲座当中涉及到 这个我后来会跟大家提到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物导向本体论 它因为是跟从哲学里面 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所以呢有必要去谈一下 在哲学里面 它这个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涉及到的 这个学者叫哈曼 然后他的一些想法是跟 其他的哲学家有什么关系 这其实是一个现代哲学史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 物导向本体论和其他的相关学科的一些关系 因为他因为这个理论涉及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 然后不同的学者 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上来讲 也去考虑这样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交叉 然后学者之间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争论 有的同意彼此的观点 有的反对彼此的观点和方法 所以争论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无论如何吧 这整个设计的相关的理论 是现在学术界比较热门的 比较讨论比较多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 但是呢我不会仔细的去考虑 所以我就用括号把它括起来 然后主要的 今天大部分的时间呢 可能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就是艺术的生成式审美 这个呢一方面是在用物导向本体论 去考虑艺术的问题 然后也介绍艺术对哲学的影响 我想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是艺术呢 跟生活的关系很密切 然后上一次的讲座呢 涉及到关系美学等等 而且呢现在在中国 有很多的公共艺术啊 然后艺术参与社会的一些实践 所以这个概念本身是要提出来的 什么是关系 然后这个关系呢 到底是共生呢 还是合作生成 然后下一个方面呢 就是简单的讲这种 从知识和智慧这两个方面的区分 实际上是涉及到科学和艺术的 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特别的是需要去考虑 在今天的这种学术体制里面 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的领域 然后还有艺术啊 那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艺术到底是起一个什么样的那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挺重要的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是 其实跟艺术史跟艺术可能关系更密切一些 是从如何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 来看和哲学的一种关系 然后从物导向本体论 怎么样去重新去看艺术史当中 涉及到的很多的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审美的问题 然后艺术品到底是什么问题 所以主要在这一部分呢 想要介绍这个概念 就是艺术是一个混合体的概念 然后最后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束 就是我想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从物导向本体论当中 引发出来的这个概念 叫做宇宙公共艺术 第一部分物导向本体论 简单的介绍 其实Graham Harman 我们就说哈曼好了 然后他其实是 他的背景当然是哲学 他出版的著作还是挺多的 实际上是一个很高产的一个作家 在哲学界里面 实际上大部分的哲学家 一生当中好的著作 可能也出版不了多少 可是他这个是一直在写 而且写很多非常快 而且也是比较通俗的 对在从哲学领域之外的人 读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 从上边左边到右边 前面这两本书都是跟海德格尔的有关的 然后再往右边 这两本书呢 是跟人类学家拉托尔的有关的 然后再往下 左边的是跟物质主义 然后中间这两本书是跟一个推测 推测现实主义或者是思辨实在论 这个呢就是他们这个哲学里面的思考的问题 然后最后最右边这两本书呢 实际上一本书它是为了推广 就是介绍物导向本体论这个概念 是非常通俗的 就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介绍性的 叫做Object Oriented Ontology 就是这本书 然后最后这本书呢 它是专门去考虑 从物导向本体论的角度 去考虑艺术的和物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这些内容啊 很多我们都会涉及到在今天的讲座里面 在这个讲座的提纲里面啊 会给大家提到什么是物啊 什么是它的分类啊等等 我就简单的再重复一下啊 其实大家在看这个图的时候啊 这是一个物导向本体论的一个结构吧 哈曼呢 他把物嘛分成两种 一种 你们看左边的这种啊 这种很实的这种啊 就是圆圈里面的 一个是实在物 一个是感性物 实在物呢 是我们人无法接触到的 是一种隐形的 是从在人的世界里面是退出来的 然后感性物呢 其实就是人能够感知感 感受到的 然后看得到也好 触摸啊这些 甚至是可以去思考到的 就是他在考虑物的时候 他会说啊 其实物的本身啊 什么是物并不是说你说越大的一个概念啊 把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包容进来 这个就是物 或者是呢 你就是追溯它的越小越好 就是把它追溯到它的根基里面 他说这也不是物 而且呢 物呢 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 也可以是一种虚拟的 可以是人 也可以是一个概念性的 也可以是一个幻想的 等等等等 其实它这个概念啊 本身啊是 它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然后感性物呢 它是在实在物的基础之上 才能存在的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啊 就是前面比如说给大家看的那个蜡像馆里面的那些名人啊 蜡像馆的那些雕像本身就是感性物 可是呢 真正的名人也是感性物 但是名人当中啊 真正的名人我们可以考虑是有一部分 普通的人我们确实是无法接触到的 那它虽然也是感性物 可是呢 这个问题啊 是另外一个问题 它主要就是说 有一部分是可以接触 有一部分是很难接触 不能直接的接触 所以呢 那个蜡像啊 它最重要的这个作用呢 就是让我们间接的去接触这种名人 所以这个概念呢 我会后来再讲 然后物呢 也分 它有两种特性 一种呢就是跟感性有关的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实在的 就是也是看不到的这一部分 感性的这种特征呢 就像我们描述啊 你接触一个东西 你摸它的时候 这种质感啊 你看到一个东西 它的颜色啊 然后你对它的这种特征的这种描述啊 等等 所以你就像刚才前面看到的那个蜡像的人啊 其实我不说 大家也可以知道 它那个蜡像是谁 因为它的特征啊 就是我们已经熟悉的 然后哈曼的 物的大象本体论 还有一个呢 它就说 这物的两类和物的特质啊 这个之间呢 就构成了四种间接的关系 然后在这里 所谓描述的这种曲线啊 它就是说 是一个间接的关系 是连不起来的 然后它在书里面 它的书里面会用很多的直直细细的讨论这些关系 可是这些呢 比如说英国关系 什么诱惑理论 对抗 这些哈 我们今天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 只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 比如说 这种诱惑啊 这个实在物和感性特质之间的这个关系 很多就只能是通过隐性 这个隐喻符号的这种去考虑 所以呢 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概念 然后有兴趣的读者的话 可以去读他们的书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呢 我就想讲一下它的哲学系统 在讲之前啊 我想其实哈曼在谈它的误导向本体论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认识 他就说 其实现代哲学啊 从笛卡尔之后啊 到我们熟悉的复科 然后到德里达 这些现代的哲学家们啊 其实主要关心的还是跟人的大脑的直接显现有关系 而不是伸长于表现世界的东西 就是什么是见得到 什么是见不到 可是这个见哈不是说眼睛看的见哈 它是能够是表达呈现出来的意思 然后其实这些问题很多都是从笛卡尔那里开始的 笛卡尔这个物这个概念在哲学里面啊 其实是很很长远的 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然后笛卡尔的时候 他就是把人的这种思维和身体直接分开 他就具体跟物相关就是一个物体的这种概念 它是一个实体的概念 然后所思的这种思想的东西呢 他也把它叫做一个物 然后其他的跟人没有关系的哈 人无法能够涉及到的他就是属于这种神的这一部分 这是他的这种理解 然后很多的在他的哲学里面最重要的是说一切的跟人有关的这种思维跟世界发生关系都最终会涉及到这种人的这种大脑的思维 你看他这个图是指的这个盲人哈 盲人的话是看不见的 那怎么你就需要通过一个棍子啊 或者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媒介 然后传送到大脑里面 其实最重要我们今天谈的所有的内容都跟康德有关 所谓的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其实这个概念本身啊 就是说他把物啊分成两个领域 一个呢是所谓的现象的领域 就是说这种人的这种经验啊 是可以见的体会到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叫做物本体的领域 是人不能直接的去体验到物之身 康德最这个分开的之后的话就分得很清楚 清楚之后他之后有很多的哲学家 就说那我们既然看不到不能直接的去体验到物本身哈 那么就不去考虑他就只考虑人的世界的这一部分 所以呢我们说人类学的诞生啊 其实就是有这个意识在里面 但是呢也不是说不考虑不本体的这一部分 有的哲学家也是说这个虽然说不去考虑他 但是他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就是因为他是在人之外 所以有很多人我们在读现代哲学的时候 有很多人去讨论这种之外啊 跟这种很自由有一种理想的这种东西在里面 可是呢他把这个之外还是想象这种人的一部分 是一种理想化做法 所以呢有很多的就还是跟这种神啊 因为是你人接触不到还是跟神 他说这个存在是有意义的 就是这是哲学里面发生的问题 胡塞尔呢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在人的这种意识里面 意识到的成为对象啊 这个才有意义 你看不到的哪怕是人的这一部分啊 这些内容都不重要 所以对哈曼来讲他的这种感性物和感性特质啊 主要是在胡塞尔的这种理论里面提出来的 然后海德格尔其实非常重要啊 有很多其实我也不说那么多了啊 他虽然哈曼写了两本书啊 都在介绍和研究海德格尔 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把海德格尔利用的很透彻 但是呢有两个概念提一下 一个概念呢就是说 海德格尔因为他最关心的物啊 都是跟日常生活有关 然后就有一种上手的这种动态的过程当中 实践当中发生的这种用具工具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在背景当中 没有被用的这种状态 包括哈曼所说的这种工具的存在 就是因为工具有你用的时候才有用 你不用的时候就没有用 所以呢他这是对他的影响 还有一个概念呢叫做四方欲 或者是四分体就是天地神人 这个呢是海德格尔后期去世很久 去世之前不久 然后战后以后推出来的一个理论 这个呢其实很复杂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这个呢四分论呢 也对哈曼有影响 就是前面谈到的那种 他的这种四种关系啊 这个呢我也不说 我只是提一下这个关系 他们的这种影响 然后还有一个西班牙哲学家 叫做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 他的主要的影响呢 是跟这个隐喻这个符号 然后加塞特这个很有意思 他这句话就是我把它给大家读一下 一个认知的物除非他成为一个图像 一个概念 一个想法 就是说除非停止自身的存在 而成为他自身的影子或轮廓 否则他什么都不是也不存在 也就是说他要把康德的这种物本体 自身存在的东西啊 要跟我们人的能够去感受接触的 这一个世界啊 这个部分发生关系 可是最重要的问题呢 是一个影子 是一个不是直接的这种啊 所以康德是分开的 然后奥特加伊加塞特 他就把这两个分开 但是呢是一个间接的 所以他就提出隐喻这个概念 后来我们也会提到这个 然后到了哈曼这里呢 他提出物导向本体论的 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是用的物导向哲学 这个概念 然后呢 他和他的一些伙伴们 一起讨论之后 他就决定说 这个可能更准确一些 然后哲学对他的前面 谈到的这些哲学家 对他的影响就是说 一个是物和他的这种物特性 之间虽然有关系 但是是分开的 然后他们之间还有一些 矛盾和冲突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他说的前面已经说到 这种实在物或者真实物 就是指的这种物本身 然后感性物呢 指的是人与人的这种经验 相对应的这一部分 然后呢 他也受这种艺术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哲学 建筑 美术 人类学等等 然后他现在呢 也是在南加州的一个建筑学院里面 任教 下面这一部分 就是涉及到的是 物打相本体论和其他的学派理论 有很多的关系 我就提一下这些人是谁 我都不会去介绍 一方面这一部分 都是不是哲学里面的 你看他们三个人的背景 其实是不同的背景里面的人 但是呢 他们可能就是这个物打相本体论 这个学派里面 最重要的作者的一部分 然后下面呢 这个呢 思辨实在论的这些作者 其实这些都是哲学里面的学者 然后2007年 他们在英国伦敦的 Golt Smith学院 做了一个哲学的工作坊 然后推出了这个 思辨实在论的这种理论 可是呢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复杂的 最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对应主义啊 什么加速主义啊 这些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理论学派 比如说新物质论 新实在论 后人类 后人文主义 人类事等等 很多的这些方面 都是有互相的交叉 主要是强调的关系 是强调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呢 我也不把它做很深入的介绍 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 然后呢 每一种呢 我就提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 在这个领域里面 然后也能够代表这一部分的 可能最好的 最重要的一些学术观点 所以你们可以看的时候就知道 有政治学的 有哲学的 有很多这种人文的学者 也有人类学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一种学问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或者听众朋友就会问说 你是学人类学的 为什么去谈哲学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谈的这种哲学 已经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哲学的问题 然后下面这一部分 我想就主要是跟艺术有关 然后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这一部分呢 我想强调的 就是生成是审美这个概念 跟物导向本体论 涉及到这个艺术的主要的概念 今天会涉及到这些 大家看起来 看了这个PPT的时候 感觉是内容特别的多 没关系 有的可能会仔细的介绍 有的只要大家听 可能就会比较清楚 第一个概念 是涉及到英文这个词 叫Symbiosis Symbiosis这个词 是从巴图尔的行动者网络论 英文一般简称叫A&T 然后呢 这个概念本身 是最早是从微生物学里面出来的 所以对哈曼来讲 他用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就会受这两部分的影响 拉图尔会再介绍一下 但是呢 中文一般我们都把Symbiosis 翻译成共生 但是你去读它的内容 因为是受拉图尔的影响 但是我们去读微生物学和哈曼的理论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它是强调这种合作生成的这种意思 后来我会再讲 然后我为什么这个不是实体的这种预线呢 就是说哈曼呢 对这些理论是有一种修订 受他们非常受他们的影响 可是有一种修订 然后隐喻这个概念呢 就是直接的受哲学家的影响 就是它是一个借用的概念 没有太多的这种 他自我的这种发展 然后下面这个 艺术与知识的区别 哈曼谈的是很清楚的 他甚至把哲学也当成跟艺术是同类的这方面 但是呢 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是说 这种智慧和知识的这种区别 我觉得智慧认知啊 这些问题是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在读它的时候 我就强调的这个是很清楚的 是值得这样去谈的问题 这个呢 其实哈都是对物理学家 艾丁顿的这种科学的物的一种批评 所以呢 我是用这种红线的实体来表示 然后下面这个呢 实在论与字面论的这种区别 实在论当然是英文的realism 然后字面论呢 是literalism的翻译 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针对艺术史学者弗雷德的 很有名的一篇文章 叫做物与物性 一个批评吧 但是呢 是很友好的一种批评 所以呢 也是一种虚的这种 最后这一部分 是跟审美有关的 因为哲学里面谈审美 艺术也谈审美 所以哈曼在去批评和延伸 格林伯格 这是非常重要的 艺术史上的重要的理论家 他的这种绘画 现代主义的这种形式论 他就强调作品呢 一定要把人加进来 成为一个混合体 但是哈曼 其实在讲的时候 因为他考虑东西 太强调艺术史 他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他其实放的并不管 而且呢 他看的这些作品 全都是美术馆里面的 所以他并没有看到美术馆之外 所以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和体会 我就把它延伸出来 就是提出这种审美物的这个概念 然后再作品加人 然后再把物加进 我后面会去提 其实人也可能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半物半人的这种意识的 相结合的一部分 所以我需要把这个讲得清楚 因为我其实在介绍 物导向本体论的时候 我这个不完全是在介绍 也是哈曼和这个理论 也是在去谈我自己的这种 研究的这种结果 或者是这种心得吧 先稍微讲具体一点 就是第一个 就是艺术生产的这种关系性 和事件性的问 然后我先介绍两作品 第一个 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这个作品 是意大利艺术家 Maritio Catalan 将近20年了 20年以前的一个 最早一个作品 就是说艺术 到底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在社会 在全球动荡里面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 就是保罗二世 教皇被陨石击中 倒在地上 其实他这个作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问 这个世界的未来 谁能拯救我们的时候 连离神最近的这种教皇 他都不能自保的话 那我们还是依靠什么 他的意思说 艺术才能够拯救我们 相当于有神的这种力量 第二个作品呢 就是丹麦的艺术家小组 叫Superfly 他们亚马逊和当地的农民 一起生产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就跳过了 跨国的这种公司的生产 然后跟当地的农民一起 生产出这种很有意义的一个产品吧 这是他们的所设计的一种艺术活动 所以这个可能是艺术作为一种生产力的一种概念吧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这种艺术参与社会 就社会合作是也好 对话是也好 关系是艺术也好等等等等 很多的艺术家受很多的理论各个方面的影响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就是行动者 网络理论 AMT 拉图尔呢 他是一个人类学家 社会学家 他这个理论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行动者的这个概念 行动者对他来讲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个物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比如说物导向人类学这个概念 其实拉图尔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但是他的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说 他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行动中 你必须要有行动 必须要有这种影响 否则的话他就不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其实他是很片面的 比如说在那种背景里面 或者是那种不动的无为的一些行动者 他就看不到 其实动和不动这个关系 一谈动的时候 他就强调是把那些不动的那一部分 把它忽略起来 其实这是一个有问题的 所以哈曼的时候他就会说 这个方面需要改变 然后哈曼从拉图尔那里呢 就提出一个叫扁平的本体论 flat ontology 其实这个概念本身 就是说对所有的这种物 需要一视同仁 而不是说他是不是在行动 是不是有一个影响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不管是这些物 你不能有不同的种类的物 有不同的这种本体论 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扁平的本体论的主要的这种含义 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考虑艺术生产和关系的时候 还是考虑这个共生和合作 其实它是有很微妙的这种差别的 所以后来我们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跟symbiosis这个有关的一个概念 它这个概念 一般我们是把它中文翻译成共生 先不谈这个翻译的问题 它指的呢 实际上是一个行动的一个事件 一个发生的事情 然后ant的就是前面我已经说过了 主动的不考虑这种无为的 然后强调的关系呢 是一种互相的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对称的 就是它不是这种方向的关系 所以哈曼呢 他在讨论的时候 他就说去看微生物学家的 最早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发现 其实他指的概念其实很广 虽然说是 它并不是一个共生的这种概念 然后涉及到哈曼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他就说 其实这个最直接的概念 应该是翻译成合作生成 去看微生物学家最早的时候 提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说的 但哈曼他在 《误导相本体论》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不一定完全是跟生命有关的 也是这种生活传记的时候 他就比如说 很多的这种物 它涉及到一些机构啊 历史啊 就是说我们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 就是哪怕是一个自然当中 环境当中 跟人世界很远离的东西 其实也是在受到 人的一种行为和影响 比如说特别是跟这种环境的变化 各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是合作生成不是互惠的 这个呢就跟共生有关 其实 我的理解啊 共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呢 他不完全是这样的 他只是 不是说两者啊 在都同样的 获得同样的这种利益 然后他说这种不对称和不对等呢 主要是说 因为比如说像影哑这种 你接触一个物和另一个物之间啊 没有直接的关系 那你怎么样去找 是不是有这种 就是没有关系 所以只能是一个间接的 所以他会用影哑的这个概念去谈 然后下面啊 就是知识和智慧的问题 然后这个啊 其实是谈论什么是知识啊 我们有知识社会学 哲学啊 人类学 大家每个学科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但是从哲学就是一般 我们的这种学科的体制上来分的话 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比较宇宙性的这种知识 就是数学啊 逻辑啊 什么形而上学啊 形而上学是metaphysics 其实就是哲学了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是跟这种经验 实验 或者是测试的这种有为基础的知识 然后呢 一般是这种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稳的这一部分 然后对知识的了解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去考虑一下 这个从艺术 从物导向本体论来讲 什么是这种智慧的问题 为了就是不讲的那么抽象 我就想从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吧 这个例子呢 就是其实是讲三位学者 埃丁顿是个物理学家 海德格尔哲学家 然后哈曼 他们都谈桌子这个问题 然后但是呢 他们都在谈这种不同的类型的桌子 所以虽然是一张桌子呢 可是他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就把这个部分叫做一张和三张桌子 第一张桌子 从概念上 埃丁顿的物理学家 埃丁顿的科学的桌子 他在这本书啊 其实是很有名的 叫做物理世界的本质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就在前言当中 他就说 他说我坐在我的这个桌子之前 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会考虑 我前面的这个桌子 是我很熟悉的 是他日常生活这种常识性的生活当中不可缺不可少的这一部分 可是呢 对他来讲啊 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桌子 他说真实的桌子是一个科学的 是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桌子 他强调的比如说是原子的构成的这些方面 就是科学的都会强调这种分子 原子量子啊 这些 这个啊 你如果科学家去从这个角度来去跟物导向的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个问题啊 至少是可以争论的 就是 这是埃丁顿 他说科学的桌子才是真实的 才是实在的 然后海德格尔呢 读了这本书之后 他考虑康德的关于物的研究 理解和考虑 然后海德格尔就说 埃丁顿提到的这两张桌子啊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桌子 然后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真实性的问题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哲学上来考虑真实性的问题 可是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去回答这个问题 他主要的是考虑物理学 在现代的科技方面的这种应用啊 他就会说是涉及到说制造飞机啊 然后水库啊电啊 然后传播啊各个方面 然后他说其实我们现在啊 科学技术啊 对日常生活这种影响啊 可能这个关系有点太近了 你看啊 他这是1935和36年说的这个事情 他说其实这个太近了之后的话 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啊 无法去理解科技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程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这个真实性的问题是很难考虑 如果要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必须要把他们这个距离再拉开的远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能去考虑这个问题 认识什么是物的问题 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考虑这个桌子的时候 他并没有讲的特别的清楚 然后呢 到了哈曼这里 也是谈同样的爱丁顿的这篇文章 这本书这个概念啊 然后他就把这个桌子啊 分成三类 很清楚的分成三类 第一类的桌子呢 就像爱丁顿说的 是日常生活当中 也是这种人文学科里面 所涉及到的内容 然后第二类呢 当然就是科学 科学就强调这种实体的这一部分 这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很细微的这一部分 其实你想了一下啊 他说的也有道理 比如说量子啊 什么分子啊 原则 如果人认识不到的话 这些概念本身就不存在 所以他是说 这些还是从人这种世界出发的一种认知 然后哈曼就提出这种第三章桌子 第三章桌子 他的这种比法 就是说这是艺术 艺术桌 艺术桌呢 就是我们这个物本体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直接是物本体的这一部分 艺术桌呢是一种符号型的 是一种间接的 可以让我们去看 去接触到看不到的那一些桌子 就像我们看的这张图 我会把这四张桌子 把它故意的 让大家看得不清楚一些 就是说 其实艺术就是起这种接触 让我们有一种间接的这种接触 他在提出第三张桌子的时候 是在卡塞尔文献展2012年的这个文献展 提出来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吧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这个是跟艺术有直接的关系 就是强调影域这个问题 然后既然涉及到这个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再稍微谈一下 影域这个概念 它的有几个基本的意思 就是第一个意思呢 它是说影域是可以让我们接触到物本体 相类似的东西 但是呢 它给我们东西并不是物的这种思想 或者观念 就是这种人的这种世界的理想的这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它指的也不是不双向互惠 也是不对称的这个概念 其实跟前面提到的合作生成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方面 这个四应该改成三 然后是 它说是一个戏剧性的 但是呢 不能过分的戏剧化 我们中文里面说娇柔造作 或者是装腔作势的话 就更强调的这部分 而不是跟一个表达一个另外一个本身的一个方面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 后来可能会知道一些作品呢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然后最后这一部分 它说说隐喻 中文里面说这个影 看不见了或者怎么样 其实演艺的作用 最重要的作用 是连接 而不是分离 它这个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行动的一个词 而不是一个描述 纯粹描述一个状态 下面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跟这个相关 在艺术史上 比如说 柯树斯的这个作品 一把和三把椅子 这个是在纽约的MOMA展出过的很有名的作品 它这个作品本身 你就看这个图 就是一把木椅 木椅的黑白的照片 和一个英文的对椅子的一个定义 字典上的一个定义 就是三个 然后放在这里 所以叫一把和三把椅子 然后什么是椅子呢 这个木椅当然是椅子 照片的椅也是一个椅子 然后字典定义的椅子 也是一个椅子 但是呢这三个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理解 一般的理解呢 就是说这是在人的意思当中的对象 就是胡塞尔和现象学里面 指的这种感性物 而不是指的这种艺术跟科学知识 和日常的生活的这种区别 其实这个呢 一般的解释都不会去谈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从误导向本体论的解释呢 是说无论是哪一种 媒体的形式 木头照片或者是英文的文字 这个展览中的椅子都是感性物 只有在椅子这个概念下才彼此相关 例如木椅虽然看起来是可以做的功能 但是在这个展览中 它是不能做的 有椅子的名 但无椅子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上看 它有物性 不过呢 这个物性 它不是物的真实特性 而是感性特质 还有呢 三件物之间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是艺术家把它们摆在一个有适当距离的空间里 这样的剧集如果可以被称为艺术品 那么这几种不同的物表达了它们之间的距离 这个距离否定了椅子这个概念 所以呢 这个作品的名称可以是改为 无论是几把椅子都不是椅子 其实我就想强调 它们这个中间的这种距离 这种空间的这一部分 我们是不会去关注它的 可是这一部分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解释可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 以后后来我们会再谈到一些 但是这个就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前面这些讨论 艺术是否可以定义为 试图在想象的视野之外有什么 很多的都是我们能想到和想不到的 那在这个之外有什么 我觉得艺术家 他提出的这个概念 其实挺有意思的 让我们去思考 然后这位艺术家的这种作品 《相与盲人》 就是如果看不到的 我们盲人怎么样去接触世界 是不是摸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 然后又回到Gromerley 他的演讲当中 提到一个艺术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 我就给大家读一下 艺术是确立我们在此时的第一手经验 正如约翰凯奇所说 我们并没有走向某种目标 我们已经达到目标 它随着我们在变化 如果艺术有任何目的 那就是睁开眼睛 看清楚这个事实 就是说知识呢 很多都是有一个种很目的性的 所以他就是强调 知道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不是最后知道的这个结果 就是知识 这一部分呢 最后就是讲艺术混合体 审美的物 先从格林伯格的绘画 现代主义的讲起 因为他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强调说 所有的艺术都可以用绘画的形式去衡量 然后他强调的是一种画面的 物的这种处理 就是说对他来讲 真正的这种艺术 现代主义呢 实际上主要是在这个形式上的这方面的创新 然后到了哈曼那里呢 他就是这种批评 他说你这个对艺术的这个作品 实际上关注的太多 没有考虑到人 也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因素 然后也就是为什么说 MOMA 纽约的现代艺术馆 他很多的其实收藏作品展览 都是朝这个精神在发展 比如说莱普的真子花粉 他这个其实就是 看起来就像一幅画一样 他用的材料 跟传统上的这种油彩不一样 他就是其实是一个在画板上的一种创新 然后在呈现当中 也是呈现成像一幅画的一种感觉一样 其实这个作品现在美术馆里面 这个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跟画相关的一种解释 然后把这个墙当做一个画板 然后这三个不同的东西 只是延伸出来的 跟这个画板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椅子是从这个画板的 延伸出来 虽然中间有空间 可是它基本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就是一幅画 然后哈曼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说 其实格林伯格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太强调 他跟康德靠得太近 就是完全在把物的世界和人的世界 分得太清楚了 他就强调物的这一部分 把人的那一部分给放弃了 所以哈曼就说 他说我要把人的这一部分放在里面 否则这个审美就没有意义 可是他又强调这种戏剧性的问题 就是有人跟作品 比如说这个钢琴 有人再去弹它 才能变成音乐 这是一个解释 然后观者就起一个这种隐喻的 这种物的一个作用 这一部分其实也是对 弗雷德的一种批评 因为弗雷德就特别 他去看极简主义 极少主义的时候 他就说这些都是字面论的这些方面 哈曼他就是在弗雷德也考虑这种 剧场戏剧性的时候 但是他们考虑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哈曼就强调他说 其实戏剧性的主要是要把埋藏在人的这种世界背后的这一部分 能够表达出来 只有这个人能够做到这一部分 因为人呢他既是一个感性物也是一个实在物 虽然说人不能直接看到自己是实在物 但人呢却是在场的唯一的替代 从人的世界遮蔽起来的物 就是当人能够去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 那现场的艺术作品就承担了一个隐喻的功能 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面这种实在的物 也就是说退出去的不可接触的被遮蔽起来的 和他们这种感性特质 这些呢就是可见的可接触的 总是被揭蔽的这一部分 他们这个之间总是有一个裂缝 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清楚 但是呢其实艺术呢 就是审美的艺术呢 能够让我们接触到这个裂缝 其实这个呢是哈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 所以最后我想就是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这种体会 其实我是在哈曼的基础上 我想可能他对人的作品 加上人的这种参与之后的话 他还没有更清楚的去强调人的这一部分 前面我提到说他看的这些作品 都是在美术馆里面的 很多的现在的艺术线线 发生在美术馆展厅之外 所以呢我就提出了一个这种 物的参与是艺术的概念 写过这个文章这个发表 所以呢我也不谈这个 我只是先介绍一下 但是呢因为这个内容太多 所以我就时间的关系 就是我不会去讲 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 就是我在谈这个物的参与的时候 其实从杜上那里 杜上已经提出说 艺术家把作品生产出来 然后需要观众去完成 其实他在哈曼之前已经提出来这个问题了 但是杜上没有去完全没有去考虑物的问题 尽管呢他的作品当中很多都涉及到物的问题 然后我觉得作品呢 由艺术家来创作 他的完成不仅需要人的参与 也需要物的参与这些呢 比如说在一些在地的艺术 在美术馆之外发生的艺术 基本的审美体 所以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的基本假设 就是人与非人一定不会混在同一个物之中 在《艺术与物》这本书里 哈曼有详细的介绍认为 艺术作品加上人才是审美物 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 但我还是要补充 人不仅是人的思想或大脑 而且人也跟物 所以艺术作品加上物也可以成为审美体 艺术作品加人加物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 跟一些我们现在常常用的这些概念 比如说公共天下宇宙公共艺术 在我自己的研究当中 从2018年以来 我就提出了这种宇宙公共艺术这些概念 最后呢 我想用这个作品来做一个结束 这个作品呢是年轻的艺术家 唐明浩和陈建军最近的一个作品 叫做《水系避难所》 是在闽江上游的文川县 大寨子里面做的一个在地的艺术 然后这个作品呢只持续了不到一年 从左边到右边你们可以看 这个作品是用当地的洪水 河水当中从上游冲下来的一些树枝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装置 然后放在一个船中间 传统的一个正在修建的村里面 修建的一个文化传统的博物馆上面 跟这个发生一种对话的一种关系 然后到了今年五月的时候 这个呢作品呢就被封 最后把它摧毁了 最后村民呢就把这些材料 在房子里面就把它烧成 最后就变成这个房子里面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作品有很多的内容是可以说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说了 但是有几点我是想提 就是说从合作生成的角度上来看 水系避难所可以是看成是一个生命的艺术 因为它只有这么长一段时间 但同时呢也是关于生活传记的艺术 这个避难所这个物与文化传统 语言一时一计 以及其他的物如地震洪水山川等 也发生合作生成的关系 这些合作生成是建立在 无法共生的基础上 例如避难所与支撑它的文化博物馆 并不能共生 也不能另一个物彼此交换 共同的利益和特征 实际上避难所这个物 更揭示的具有避难所功能设施 作为物自身的这种特质 就是说避难所这个作品是一个隐喻 它不会只让我们去了解避难所是个感知物 及其感知的特征 它也是一个类似物本身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这个作品 跟艾维维的直这个作品去比较 其实很有意思的 艾维维的这个作品 它用的是90吨的钢条 来自2008年文川大地震倒塌的建筑物 然后每个钢条需200多次的人工拉直 才达到展览馆中的这个效果 在英国的皇家美术学院展览的这种效果 然后整个的制作过程达五年之久 所以有的技术评论家就说这件作品很好的 表面上是谴责豆腐炸工程 但实际上是在传递生命的这种数目 其实我觉得确实这个作品很有意思 把这个放在一起看 一个是在现场最后消失的 一个是在美术馆里面 在英国的美术馆里面 而且还是皇家的美术馆 后来也回到很多的其他的美术馆去做这个展览 其实我觉得艾维贝的作品非常有戏剧性 因为它恰恰不是在现场的 问题是是否过分的戏剧化而丧失了艺术的隐喻 通过这件作品 我们是否能接触到这些钢筋的感知作者 与它们作为实在物 就是说退出的不可接触的 被遮蔽之间的这种裂缝 这个我想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最后这一张图片 就是说我在强调这个概念 就是审美的物 实际上是有这几部分组成 艺术品就是是艺术家和一个物 这个物就像我前面提到的 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 可能是概念或者是虚拟的等等 这些都有可能 然后再加上器官组织 这个器官组织的话就是人 我是强调人可以是有 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意识理念的精神 你的思想的这一部分 也有这种物质的这种身体的这一部分 所以水系避难所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品 它更是一个审美的物 我把它称为审美的宇宙公共艺术 这四个部分其实前面谈到艺术品 加上人就是艺术家物 然后人和物 这个其实是跟海德格尔说的这种四合体 天地神人比起来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作为人的艺术家 作为天的物 作为地的器官 和作为神的艺术 那最后这句话我想说的 就是上帝死了 艺术却诞生了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今天的讲座 谢谢 好 谢谢任海老师的分享 任海老师的分享呢 我想就是说比较完整的介绍了 物导向的本体论 前因后果 他从康德的这个自在自物 物自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作为一个出发 甚至就是说还回溯到 笛卡尔对物的一种解释 那么一直就是说 从这个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到其他的美学家 哲学家的这个对物的这样的一种介绍 就是给出一个背景 就是说这个现在在国际上 就是作为哲学的一种新潮 出现的这样的这个本体论的思考 甚至这个本体论思考 也有着对认识论的一种 抗拒的这样的一个本体论的思考 是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他跟周边的 就是包括人类世啊 后人文主义啊 其他的新物质主义啊等等 其他这个哲学概念和 人类学概念的这样的一些关联 那么他也就是结合了 很多这个创作的实践 那么他也提出就是说 误导向的本体论呢 不但是就是说被这个2012年 卡塞尔文献展的卡洛林 就是这种策展人 引进到艺术圈来 甚至把他们就是直接作为 参展艺术家邀请过来 让他出一本书在里面 地生格桌子这本一个小册子 就等于是个参展的作品啊 作为一个事项实验的参展作品 那么就是慢慢的就是说 在任海老师的研究里面 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误导向的本体论 所带来的一种美学思考 包括合作生成式美学的这样一种思考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非常有启发 然后也给出了误导向的本体论 对方法论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说非常独到的 这样的一个思考和研究 那么对于我们艺术家的创作和批评 都有一些启发 那么接下来进入讨论环节 下面有请嘉宾梅建华老师 梅老师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交叉平台的研究员 他也是认知科学这个期刊的主编 他的研究领域是分析哲学 传统下的心灵哲学与语言哲学 实验哲学与认知科学 还有我们邀请到了 艺术理论家独立社长人张车老师 张车老师在以符号学方法 研究当代艺术理论方面 有很多建树 也曾经就提出了 超影域与眼影像理论 还有我也会一起与主角嘉宾 就是任海老师进行提问并展开讨论 接下来想有请梅建华老师 对任海老师今天的分享 就是来提出提问 或者展开讨论 梅老师 好的 任海老师这样一个讲座 非常的是有启发性 就是让我想到一个人类学家 去讲哲学和艺术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的 就是彼此隔绝的时代 就是我们的学科和专业 是高度的融合交叉 这种趋势我觉得是 最近一二十年代非常突出的 尤其是这个任海老师讲的 这个物导向本体论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主张 但是这个哲学主张 在当代的时候 它是一个 我们说它是从这个康德 到胡塞尔 到海德格 到哈曼 好像是现象学传统下的 一个本体的立场 但实际上 我是做分析哲学的 我非常的理解 它的这样一种主张 这样一种主张 它打破了我们传统所说的 各种学科的风格的 这样一个分野 它要讲就是 究竟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 我觉得这样一个 它是在很大的意义上 是反传统的这种本体论 我们反传统的本体论 是一个有层级的结构 我们所有的事物 从日常事物到微观事物 最后都有个层级 我们都锚定在这个 所谓的微观的物理世界 那么这样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 最上次是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里面可以说 从心理学到化学到生物学 到物理学到粒子物理学 那么所有这样一套 最后都锚定在这个 物理学所给定的这个 粒子上面 或者说锚定在这个 物理规律上面 那么这样就是一个 层级的一个本体论 可以说当代的哲学的主流 或者他们不自觉的 所持有的立场 就是这样一种 巴曼所批评的物质主义 物理主义 不管它是哪个思潮 它都会受到 这样一个思潮的影响 不自觉的把这种物理 所锚定的这个实在 作为唯一的真实的实在 那么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科学主义的倾向 你会看到有一种 层级的这个结构的倾向 那么哈曼呢 它是站在21世纪 它是要反驳这样一个倾向 它是要讲 其实万物平等 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样的 它要去中心化 去结构化 去层级化 那么这个物啊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英文叫object 我们又是发现了对象 或者我们就发现了物 这都没有问题 它实际上就是说 在世界上归根到底 到底存在什么 那么它说是这物 其实中文的物 也很有意思 它的一个偏旁是流 是吧 中文的物最早是说 它指的是流 因为流是这个根地的 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说用物来指流 后来物可以指天地万物 也可以指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是在董宗书的春秋繁路里面 它讲什么是物 它说讲了除了天地 阴阳 水 火 木 金 土 人 这十种之外 其他的角物 那你会看到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哲学里面 它的物 跟我们现在理解的 差别不是那么大 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些事物 但是它把人 跟物做的一个区分 物跟事物 跟各种各样的这种认识东西 粘在一起 那么我想说 哈曼的这样一个 物导向本庭论的一个说法 它实际上是挑战了 古人的传统 不管是西方的 中国的 它这个挑战是很大 它要讲那些 不管是实际存在的事物 还是在我们脑海里 存在的事物 还是我们叫虚构的事物 还是各种各样 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认识的事物 它们都是同样的 它们都具有同样的 本体能地位 所以就叫扁平的 平的本体能 就是我们不要讲 层级的本体能 而讲平的本体能 那么这样一种立场 可以说是 我觉得是我们 20世纪的西方哲学 以后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就是说 我们传统的这种理解 有很多问题 当然找不到出路 我们总是会 找不同的出路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找存在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 我们传统是这么划分的 我们把世界划分成 物理世界 心理世界 和抽象世界 那物理世界 就是我们认知的物理世界 心理世界 就是我们的意识 情感 心智的创造 还有种抽象的世界 比如说 我们说有数学 这个数学 它独立于人类 会存在的一个东西 那我们就有三个世界 我们好像最终 还是想能够 某种立场上 还原到物理的 还原到自然的 所以自然主义也好 物理主义也好 都是希望把它统一起来 还原到最初的 最基本的同样学 那么这样一种 哈曼他就是要反对 就这样一点 所以他的批判 既批判海德格 也批判分析哲学 就是他反对向下还原 还原成为物理的基本粒子 他也反对一种 向上的还原 还原什么呢 就是我把这个物 还原成在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锤子 它就用来吹东西 还原到一个具体场景里面 他也反对那种 upward的那种reduction 所以他要保持物的 本身的地位 物是有无限的可能性 你们不要把物 定义为在说 这个手机 它就是用来打电话的 是吧 或者说这个手机 它还原成为围观的粒子 他用这两种还原都错了 所以你看到哈曼 他实际上是反驳了 现象学和分析学学 这两大思潮的传统的主流观念 它是站在了一个新的立场上 你可以叫第三种哲学 或者说叫新的哲学 在更大的事业里面 它是把这种 我觉得是中西的那种 传统的物和万物 对人的理解 有一个颠覆 我想这样一个颠覆 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 哈曼他从这个立场去讲 去讲桌子 因为讲第三张桌子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刚才看了 有这样一个桌子的定义 桌子的图像 和桌子的实物 这样三个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说 是桌子的理念 是吧 桌子的图片 和桌子的实物 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这样一个理解 就是说 我们不妨可以说 存在着三种认知 就是通常我们有日常认知 从小孩开始 他认识误 就认识误 科学家会对他进行系统化 形成科学认知 科学认知之后 我们可以叫艺术认知 我想说艺术认知 可能是要更高层的认知 它是包含 我们的日常认知 科学认知 它要成为它 所以我们今天 为什么会把机器人 拿来做艺术 是吧 会把机器那些东西 各种各样最发达的 人工智能也好 趋利现实也好 还有基因也好 各种技术 我们去来做艺术 另一方面 我们又回到传统 看海德哥 讲那个鞋子 农夫穿的鞋 要回到实践生活中 回到自然中间 去讲那种 这是日常认知 那么这里面 都是艺术认知的 两个部分 但是我想说 艺术认知比较还要广 哈曼实际上起的时候 它第三张镯子的 蕴含非常广 就是说 我们甚至还可以 超越这种 科学认知和日常认知 有更多的东西 你不知道 会有什么东西 进到里面来 但是我们要以一种 非常开放的心态 去理解它 我想说这样一个 尼产是 它使得我们的哲学 变得很开放 可以跟艺术 可以跟社会 跟各个方面可以交轨 形成我们 就是本来哲学 是要不但突破禁忌的 但是由于 现在的学术体制 它的知识生产 使得我们的 学术里面 有学院里面 有很多很多主义 物理主义 维新主义 各种各样的立场 每个人都要 用一种主义 去代替所有立场 那么哈曼 我想说 它是敲掉了 这样一种 我们对基本框架的认知 先让我们 开启新的视角 这样一个视角 我觉得是 对哲学 它有影响 对艺术 它有影响 它是一种双向的作用 甚至可能对其他领域 都会有非常深的影响 只是说 可能它提出之后 需要更多的人 需要我们 在讨论 在深入 可能会从 不同的角度 去发展这种 叫基于 误导性的本体 这是我的一个 初步的一看法 谢谢 谢谢 梅老师的 对 格尔汉·哈曼的 误导性的 本体认的一个阐释 包括哈曼他所批判的 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 两种不同方向的 一种还原方式 然后他给出了 对物的一个 更加开放性的 这样一种理解 我觉得这个 就是来自于 就是梅老师 深厚的哲学功底 所以他给出的 哈曼的这样的 哲学前沿的一个思维的 这样一个定位 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然后也是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样的一种 前沿思想 对当下的 既有的这个知识 和这些知识 所带来的规约 就是规约的打破 其实是非常有作用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张车老师 也来就是 对任海老师的 这个风向 展开提问 或展开讨论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任海老师 谢谢梅老师 我非常非常的 因为在 我看到了 任海老师的 那个PP之后 就非常期待 今天的这场讲座 对 是我非常期待的 那么从我 从一个艺术理论 与符号学这边 我对这个 物导向本体论 就是我 我谈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那么首先呢 在这个任海老师的 讲座中 他强调了物 这两种 就是从蒂卡尔 到康德 到胡塞尔 一直到后来 是吧 那么呢 就说他呢 一个是 所谓的真实的物 一个是感知的物 或者是我们说 叫实在的物 一个叫感知的物 而且他们呢 各有特性 就那个四 就那个表 就那个类似矩阵 在那个 那么这首先呢 让我联想到了 这个拉康的 精神分析学理论 就是实在界 或者叫真实界 与象征界 与近相 对吧 这三个界 就是想象界 对吧 那么呢 就说这真 就所谓物本身 就这个所谓的真实的 或者叫实在的物 我们是不可知的 对吧 那么呢 我们所能知道的物 就是感知物 也就是说这个 现象学里的 所谓的现象 然后我们一切的 对他的分析 都源于 就他的那个头影 就是按照那个 艺术理论家 讲的那个 他的头影 这就是隐喻 那么这个 这里让我想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 在这点上 就说 就那三把椅子 我觉得 就那三张桌子 非常好 就说呢 这日常的 我们的所谓的 观察到 感知到的桌子 是一个所谓的现象 是我们的经验的桌子 那么科学的桌子 它实际上是想 通过我们的对感知的这个的不断的延展的研究 它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来指向来这个接近和走向所谓的真实的这个桌子 这个所谓的实在的物 那么艺术呢 恰恰是从一个 它要超越日常经验 艺术是一种感性的重新的配置 按照亚克朗西埃 对这个艺术的描述 它是这个要 感性的一个重新 一个感性的重新的配置 它要超越日常经验的那种 观看的那种日常的 已经被规训的那样的感知 要开拓新的感知的可能 它实际是通过感性的 它恰恰一个是从理性 一个通过感性的 来捕捉实在物的投影 实际是 是一个投影 那么这里头呢 牵扯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说实际上科学与艺术 实际上它是不一样的道路 一个书图 但是来讲就目标来讲 它是有接近的地方 是有书图从归的 那么这个艺术的一个微妙的之处 就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刚才任海老师提到的 那个隐喻 那么这个隐喻呢 在符号学的理论里 属于那个聚合宇宙里头 那个替代关系 和替代的关系 横向的转域轴是一个组合关系 它是个替代关系 替换 替换关系呢 实际上真在这个语域轴里 实际上真实的物 也就说那个实在物实际是不存在的 它所有的那种聚合的这些个东西 实际都是一个我们感知 一个作为符号的 感知 就是它一个投影也好 或者是一个痕迹也好 它实际都是这种 它都是替代物 它不是说真正的 因为真正的东西 就是按照 就像拉康讲的 实在界是不可见的 物导向本体论也是讲 就是真实物实际是无法感知的 我们只能在人的这个世界里 人的感知的世界里来想象和这个指向 用意义的指向它 就是这个艺术本身就是以可见来指向 不可见的 对吧 这就是视觉艺术 至少是在视觉艺术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特质 但是呢 隐喻这里头 我觉得是艺术最需要在这里做文章的地方 因为什么呢 它不是一种直接的隐喻 这个艺术的隐喻 恰恰是包括文学的隐喻 恰恰不能是一个直接的替换 你说我马格丽特的那个 这不是一只烟斗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这不是一个烟斗 它是个烟斗的图像 是一个烟斗的一个影子 它是一个替代 它是个替代 但它不等于是研究本身 所以这个隐喻本身呢 它这里头实际是一个所谓艺术符号学里头 非常值得思考 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领域 那么艺术的符号 恰恰真正的艺术家 它是捕捉的艺术的符号 恰恰不是那个明 就是我们世俗的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个明确的 隐喻的意义的本身 而它恰恰是在那个符号与那意义之间 开拓它的产域 使它这个所谓能指与所指之间的 这个之间的距离不断的拓展 不断的延宕 然后从此生发出 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意义的空间 而这些意义的空间 就是说由谁来建构呢 就是刚刚任老师说的 作品嘛 还得有人 还得有物的参与 对吧 要在这个合作的生成的 对 那么实际上为什么说 这个作品本身并不等于完成 只有这个观众才能把它完成 就因为这些意义的空间 是由这些观者来把它给生成出来 这才达到最后的完成 也就是说 艺术实际是提供了一个意义的支点 而不是一个意义的完成时 我以前对刚才 顾老师介绍我的时候说 我这个提出了一个超隐域理论 一个原有效理论 这个超隐域理论呢 恰恰是对这个固化的隐域关系 因为它不是一个平等的 或者说平面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建构了一个所谓意识形态秩序的 你比如说我们在汉语里讲到天地军亲师 对吧 这是一个言语关系 对吧 那么好了 这个言语关系呢 它实际天地跟军亲师没什么关系 对吧 它完全是一个 在特定文化的语境中建构的 什么一种权力的秩序 而这种秩序结果就变成被一个固化 变成一个天经地义 不可追问 这么一种权力关系 而且你变成了自然化 就是你想 那你就大计不道 对吧 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超隐域 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 君教称死 称不得不死 对吧 那你说你凭什么叫人死呢 对吧 但是一旦大陆到那个隐域的结构里去 那它就是天经地义 对吧 那就变成这种自然化 于是呢 它就变成了一个 进入了一个语言的一个秩序 那这个语言的秩序 这个语言本身对主体就提到了 一个规训的作用 使这个人们认为 就趋从于这样一种语言的秩序 它实际是个权力的秩序 是一套意识形态 它是个超级隐域 那么这里头呢 实际上就按照耶鲁学派的 那个德曼的结构主义理论 实际上真正的本意 就是从语言来讲 真正的本意 应该说是极少的 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些 所有的今天的词 大部分实际都是它的转意 就它的所谓的隐身意 就不是字面意 是隐身意而来的 除了那些个固有名词 那些个以外 就它是专职这个的 大部分的它都具有隐身意 实际就是比喻意 已经替代了它的本意 所以就是这个言语轴里头 在这个纵向的这种语意轴里头 这个言语的力量实际非常大 这个言语实际恰恰 规训了人们认知 对事物认知的一种思维方式 那么这种思维方式本身 也就是说真实的物 就是说实在物 我们是不可见的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感知物 我们如何感知它 实际恰恰也是一个艺术里面 非常非常值得 就是包括哲学与艺术 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事 所以这个对它的研究 就是我说的所谓的 也提出的原影像的理论 就是说你怎么识别影像 就是你怎么对这个物 就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马上识别出 它是一个艺术作品 对吧 你比如说小便那个拳 那个小便池 搁在那个商店里的时候 我们不会识别 它是一个艺术作品 搁到了换一个语境 搁到了美术馆以后 我们就能够识别 它是一个语意作品 对吧 那这里有它的语意关系 有它的权力关系 有它的一切一切的关系 那么我们识别一个图像 对吧 你比如说摄影 摄影的图像 就是一个实在物的影子 对吧 一个痕迹 一个替代 但它并不等于是真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把它当成真的 对吧 你比如说新闻报道照片 为什么大家觉得 这个一看就懂 那个当代艺术的照片就看不懂 那就是提到一个识别的问题 那为什么 那恰恰我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说那个新闻报道照片 你觉得你看得懂的 那个恰恰是你看不懂 因为是它规定了 你可以看得懂 就它背后的机制 你恰恰是看不懂 所以这个是原影像理论要研究的 就是说它是如何把一个人的这种识别 给搁到这样一个识别的框架里去的 这个意识框架是如何搭建出来的 这恰恰是一个对包括审美在内 包括这种认知 包括这种识别 这是原有这么一个框架 那么就是刚才任海老师呢 还提到了一个 就是说这个实在与感知之间 包括那个特性之间 它呢具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这种紧张的关系 恰恰我觉得也是艺术理论里 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 它不是一个顺从的一个那样的关系 它是有紧张的关系 这种紧张的关系恰恰构成了 他们之间的张力 这个张力是非常重要 就是那个艺术的力量 艺术的精神的力量 恰恰来的那种张力 没有这种张力的话 这个艺术就是没有力量 我刚才想到这么些 我先说到这些 一会咱我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 然后咱们再继续讨论 那么我对任海老师呢 今天因为他 任海老师讲座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 所以呢 可能都讲的那么的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讨论环节里 继续来补充 你比如说对于波伊斯的那个 我爱美国与美国爱我的那种 那个作品 从这个误导项本体论的 这个分析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作品 从误导项的这样呢 一个理论来分析 这个也是我非常希望听到 总之任海老师这个讲座 是我这个长久以来非常期待 过之后确实收获非常大 好谢谢 我觉得上次老师 这个误导项的哲学啊 跟他的艺术理论的研究结合 包括他的原影像 理论的超影域啊 这样的一些理论的这个结合 我觉得非常有启发 那么他就提出就是说 我们能否就是把这样的一种 误导项的整体论跟一些艺术案例 有个结合 你比方说误导项的哲学 其实对康德一直到海德格尔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关系主义 人的主观跟客观事物的客观关系 这种关联它是有一种批判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批判也形成了 就是说关系美学这样的一种新的美学思考的一种对抗 那么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就是说 从误导项的同体论来看待杜商的小编戏 现成品拿到这个展厅 那么它其实构成了一种合作生成的这样的一种场景 那么这种场景我们管它叫event 就是说事件 或者管它叫happening 就是叫偶发 那么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 从关系美学角度来讲 观众的互动的介入 然后一个作品有艺术家来提出 然后观众来参与来解决 而是它是通过某种事件 先把它定位为某一个作品 然后再不断地在历史上把它翻出来 然后来勾成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经典案例来讨论 那么我相信就是说 包括玛格丽特的这不是烟斗 那么包括库索斯的一把与三把桌子 一把与三把桌子 这些作品包括 波玉斯的一千颗像素 这样的七千颗像素这样的计划 包括安尼沃河的波里洛盒子 这样的得有观念艺术的思考 其实都是在讨论物导向 风提认当中的一种物的存在 这种物的存在 有多种方式的 一种是物理学的一种物的存在 一种是主观的 甚至是鲜艳的 带有数学架构 形而上的架构和 逻辑架构的一种物的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是基于一种 艺术本体论架构的一种物的存在 它都有一种呈现 那么这种呈现就是说 并不一定呈现为一种 康德以来的 关系主义的呈现 那么这个我觉得 想让这个任海老师 从这一点上来反馈一下 上车的提问 就是说我们怎么拿 博语师 我爱美国 美国爱我 这样的一个作品 来讨论物导向的哲学 所带来的 深层式美学的 这样的一种思考 任海老师 谢谢 我觉得各位老师 提到的都很好 我觉得确确实实是一个 化学科的一个讨论 然后我也从两位老师那里 发言当中 受到很多的启发 关于这个具体的问题 我先说一下 在谈这个具体问题之前 我想回应一下 美老师和张车老师 谈的谈话 因为我觉得 有几点特别的重要 需要值得再重复一下 美老师谈到的这种 从物理学的这种 基层的这种本体论 到扁平的这个本体论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在考虑 很多的物的时候 或者是意义 或者是存在的时候 通常的关注 都涉及到我们关注的对象 我们关注的东西 才会有意义 然后才会去思考 从学者的角度来讲 他会去用本体论 现在比如说 我们从英文里面 就看各种各样的本体论 有很多 就是ontology 什么有历史的 那个history history ontology 什么什么 人类学里面 太多太多的 还有这种 比如说人类学里面 这种转向 涉及到我们叫做 ontological term 就是指的是一种 关注原住民的这种社会 他们的一种 在现代性之前的 一些文化的一些观念 特别是跟自然 跟动物 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部分 包括一些超越 我们传统的宗教的 一些行为等等 其实我觉得哈曼 他的这个扁平的本体论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他不会去强调 哪一部分 是更重要 比如说人类学里面 这种人文的时候 过去的就是这种 欧洲的这种本体论 更重要 现在一部分就说 这个部分在后自民的影响 那我们就去强调 这种原住民的 这种本体论 更重要 其实这个呢 还是有点像科学里面 强调这种物理 或者是比其他的学科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讨论 特别的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扁平的本体论 当然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 来代替物理本体论 或者是原住民的 这种自然观的 这种本体论 关键是他的这种背景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这个问题是什么 需要讲得更清楚 我觉得这个问题 提的特别的有意思 也很好 然后还有一个 我梅老师到的日常认知 科学认知 艺术认知 然后谈到这种 艺术本体论 可能是最有前途 最有未 特别的重要 让我想到现在 比如说技术上 也是从有艺术转向 然后科学上 也有这种艺术转向 比如说我最近 这几年观察 科学的这种 诺贝尔奖 比如说生物的 医学的 化学的 我就发现 很多都是在 视觉呈现 用艺术的办法 在呈现他们发现的这种结果 比如说前几年有一个化学的诺贝尔奖 我去看他的成果 他的发表的 就完全是那种打印出来的视觉的呈现的 他的化学里面的发现 就是他的诺贝尔奖 就是因为他的呈现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梅老师谈说 这种艺术又来越重要 可能是确实在科学里面 已经朝这个方向 在转 很多的科学家 都在跟艺术家合作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就想再提一下 包括我们今天所谓的这种创意经济 很多其实都是把艺术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然后张彻老师 其实谈的非常的系统 知识面非常广 从Lacan 到Denant这些 你把我今天谈的这些 跟文学史上的 跟那个心理分析的 跟传统的符号学的 重要的这些都连起来了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比如说这个艺术上的所谓的这种本意 本意实际上在某种意 可以把它看成跟实在物相关的 就是因为它其实很少 并不是直接的很少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 很珍贵的这种意思 大家看不懂 并不等于是说它不存在 对吧 没有意思 而是说的确是它很深刻 就像龚生龙的植物论一样 哲学里面的讨论 可能是中国哲学里面最难的一个哲学思想 但是并不等于它没有意义 转意这些方面 跟那个替代物跟感知物这些有关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 吴老师让我直接回答你那个问题 其实我等一下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 对我们的这个听众特别的 因为这是一个符号学的一个讲座 所以我就想专门的这个强调一下 然后涉及到朗西埃 其实朗西埃我是他的著作 我所有的都读了 我的理解是我觉得 他讲这种艺术的体制发展 从图像的到美术 到审美的这种体制的发展 其实他也是在考虑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所谓的这种审美 也是很广的这一部分 但是他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 这个角度上来去理解 他在艺术界也是非常非常的火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因为他涉及到很多的道德的问题 很多这一类的问题 回应一下两位老师 谈到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顾老师谈到的 想让我去评论这个关系 关系性关系美学里面 跟物导像的之间的这种关系 其实就是因为前面谈到的艺术 在日常生活 在科学 在很多的方面 都有这种朝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艺术家 其实也是从传统的这种美术的领域 到这种很泛艺术的角度上去发展 所以去介入参与社会 去参与日常的生活的建构 社区的发展 公共的这种设施 甚至这种直接的生产 科学研究 前面我们也涉及到这种生物艺术 等等等等 这个自然就会引申出来说 艺术跟在人的社会里面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 一个关系的问题 常常会受到这种机构的 现行的这种规范的等等影响 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前面都已经讨论过 这个往期的 其实对于观众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们要了解这些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这一部分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答案 但是今天在误导向 本体论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强调一部分 就是关系本身 它并不是说一谈关系 就自然的形成一种很融洽的 或者是一种能够改善的 其实有的时候越搞关系 可能越搞不好 这个也是 但是我们不去考虑那个方面 对吧 然后我觉得也有这种过分的戏剧化 可能会影响关系 就是比如说拉图尔讲的这种行动者 如果行动过分的激化的话 它反而更把它的最初想要达到的 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忘掉 没有去忽略 所以这种偶发性和事件性本身 其实比这个发生了什么 在某种上来讲 我先不说更重要吧 我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 所以顾老师强调 让我们去看这些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至少从审美 从艺术的角度来讲 比如说柏伊斯的 美国爱我 我爱美国 他实际上 这个美国就是一个这个狼 这个狼他和他的关系 他这个作品就是跟狼在一起 待一段时间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大家去看 这个狼当然是要跟人的关系 是一个一对的一个关系 然后他把自己包起来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作品 其实这个作品已经是一个混合体 就是说他把艺术家个人和这个狼 作为一个物放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个综合的一个混合体 之间发生一个关系 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所谓他们互相的这种共生 或者是其实很难去理解说最后这个狼 跟柏伊斯之间发生 大家一起从敌对到这种 好像谁都不理谁的那种关系 是怎么样 然后柏伊斯就在那里 跟那个狼发生关系 就是他们两个世界的 这个意义本身 其实是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的 所以这个艺术的这个作品 他叫美国爱我 我爱美国 他实际上表达这种关系 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关系是一个不是我们规范性的这种一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简单的回应一下 因为我觉得现在跟美国的关系 特别的很很难去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任海老师的回应 就是我觉得回应得非常好 也让我们想到了 现在各个国家跟美国的关系 是不是也是一种柏伊斯所说的 我爱美国 美国爱我的这种关系 那么今天呢 我觉得任海老师也提到了 物它不限于就是人之外的物 就是不像这个康德所说的 就是说人为自然界立法 人是万物的尺度 这样的一个人和物的这种对立关系 甚至他把人也看作物的一部分 人实际上也是一种物种 对吧 这个是没有错 那么如果就是说 把人看作是一种物的话 那么我想引用一下一个佛教的概念 叫观自在 那么所谓的观自在 就是一种内观 内观就是说自信具足的一种灵在 那么这种自信具足的一种灵在 是否我们也是难以 就是说真正的触及的 而只是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痕迹 一种隐喻 就是我们对自信的内观 也只能就是说通过隐喻的方式 被就是内观到或者被叙述出来 那么这种把人看作是物的这种可能性 就是在误导箱同体论里头 成不成在 这个我觉得想问梅老师的 梅老师 你来反馈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梅老师 好的 这个你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首先说一下 就是你说的佛教 当代的心灵哲学里边 有个物理主义 其中它的极端版本 所谓怀映的物理主义 它就是跟佛教结合起来 叫无我的物理主义 包括在美国像杜克大学的 欧恩·弗莱根教授 国内的叶峰教授 他们就是叫无我的 因为为什么叫无我呢 是因为你如果认为 世界上最终存在 都是一些例子的话 那就没有这种自我 没有这种我们这种 日常人的主体存在 所以是无我的 但你谈的一个呢 要比这个更深刻 就是这样一个 能不能够通过这种认识 使得就是说 我们能够理解 我们世界上什么存在 我想说这个问题 其实是这样一个立场 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说 是跟这个物理主义 有一种暗和之处 就是你通过理解到 人它不是一个跟物 跟那种物理对象 所对立的这样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万事万物一种 一种东西 你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对这个世界有着认识 所以说我们就要认识到 这个世界 世界的很多形象 都是幻觉 这是它的一个走向 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多事物 你看起来是个样子 实际上它不是 它就是你叫说 因缘和合而成 而它没有一个自信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我特别想讲一下 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 这样一个思路 尤其讲到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吧 我以前经常会 我相反讲 叫万物是人的尺度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物理主义 是要讲 所有的事情 都是没有什么特殊的 实际上在这个意义上说 物理主义 它也是个扁平的本体论 只是说 它扁平的还不够 它是 我们如果说 把物理主义 作为扁平本体论的 1.0版本的话 那么物导向的本体论 就是个2.0版本 或者更高的版本 因为物理主义 是要讲 everything is physical 所有事物都是物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 所有事物都是物理的 没有这种自我 没有这种幽灵 没有鬼魂 没有上 都是一样的 在一样的意义上 它是个扁平的 但是它这个扁平 有一个问题 还不够扁平 它把所有的扁平 都扁平到物理学上去了 这使得它实际上 它宣扬它是无我的 宣扬它是能够平等的 众生平等的 实际上它不够 因为它没有承认 差异性的 不同的东西 它们的同等地位 就像其实从 柏拉图到康德 它们都有两个倾向 柏拉图所承认的 两个世界 理念的世界和城市的世界 那理念世界里面的物 是高级的 城市世界的这些东西 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 所以艺术的模仿 会这么来的 那康德会说 哎呀 那我们有一个本体的世界 有一个现象体 是吧 那我们的本体的世界 这个东西 我们达不到 研究我们这种自然世界 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规律 真正的本体界 是达不到的 所以我在上一次 跟陈嘉英老师对谈的时候 将来谈到这个 你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能不能感知到 这个我们认识不到的存在 是否存在 被课在的问题 存在是否被感知 我当然就讲了 连起来 存在不等于被感知 如果套向这个话 那个物本体来说 因为有的存在 它没有被感知 就是有各种各样 那么这个存在 不一定被感知 就是这个所谓 艺术本体的一个 最基本的预设 我们的科学认知 我们的日常认知 它都不一定能够达到 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你不能说 它就没有 我们要有一个 非常开放的心态 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同意万物是人的尺度 只是这个物 它不是物理的物 不是这个physical 它是那个 就是这个世界中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我们这种 胡瑟尔所说的 意向的对象 everything 对对 凯德格所说的 在世之物 还有这种抽象的数学 还有很多 说这里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老子讲过 就是我们讲物的时候 这个篮子 它中间要空 没有空 那个篮子转不起来 那个杯子 它要有空的 很多看起来 虚空也是一种物 有无才能相生 因此物 它也不能理解 成一种纯粹的有 就是很多虚空 它也是一种物 这其实对理解艺术 当代的建筑 很多空间艺术 都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很多人说 我们的意识 实际上 它不是那种物理的东西 它是有一个缺陷的 这些物理的状态 堆在一块 凸显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这样一个杯子 我放在那儿 它就一个空的 这个空 就是这个意识 这样的话 就是把这种 这种物的理解 就是给它延伸 而且空间艺术也好 甚至时间的艺术也好 是很大的讨论 这个顾老师 刚才提醒了我 就是这个 人是万物的尺度 我们可以在这个 物导向论里讲 万物是人的尺度 我们把这个物 可以延伸到很多 很多方面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说 就是 其实在现象学里面 还有一个叫麦龙的人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只要我们能够用语词表达 它就是一种存在 比如说方的圆 也是一种存在 只要我们能够说方的圆 方的圆也是存在 比如说会飞的马 这个金山 各种各样不可能的事物 都是一种存在 所以在这个当代的 邪然少学里面 有一个概念叫 Impossible Word 或者Impossible Object 有一种叫不可能的物 和不可能的世界 不可能的世界也是一种存在 只是我想说 这样一种 甚至这种艺术的本体的人 要比这种不可能的世界 还要广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语言 用我们的概念 去刻画那些不可能的世界 通过对可能的世界理解 去刻画那些不可能的东西 通过对那些实在的东西 去找一些空的东西 但是可能 艺术的边界可能更大 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 需要一些很特别的方式 为什么艺术家里面 饮酒 甚至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药物 他需要通过一种方式 打通自己 能够获得的那种 艺术本然界的认知 使得他能通过一种 超过日常认知的方式 超过科学认知的方式 去达到 所以很多人说 艺术家是疯子 我想说这是他的本性 他不是他有意为之 因为他必须这样 他才能够获得 这个艺术的真理 才能够再照亮我们 帮助我们去理解 我们这个所处的世界 谢谢 谢谢梅老师 提出了不可能的事物的 这样的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的概念 我觉得对于艺术家 也是有一个莫大的鼓励 因为艺术家一直在想象 很多不可能的事物 和不可能的存在 才有更开放的思维 那么在这里面 我觉得就是说 必须追究这个物 这个词 在英文世界的这种对应 或者就是说 在其他的语言里头的一种对应 如果我们把物 就是说看作是一种对象的话 那么这个对象 就是说其实虚空也是对象 实在界也是对象 甚至就是说 我们这个鲜艳的东西 也是对象 这个超艳的东西也是对象 所以它对象实际上 就是说更加扁平化的一个词 那么如果还有一个词 我们管它叫think 就是everything的think think这个词 可能会对应中国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就是说 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都是东西 我们不要就是说 一直在讲物 好像是一个物理主义的 那个physical的物 或者matter这个物 否则的话 我们会锁定了object的这个词的 它广泛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有的时候 要转化物这个词的 这个词意的这个转意 把它转意成对象 把它转意成这个东西 把它转意成事实 不是说只是这个事物 如果把它转意成事实的话 我们会讨论这个事物 和它的周边的环境 和其他事物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就讨论是一种事实 或者一种事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对物可能会有一个 更加完整的把握 那么这里头呢 我也想讨论的就是 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还在讨论物导向的 这个本体认的时候 仍然有很多就是 艺术的这个符号学的 这个成分的存在 包括刚才仁海老师 举的很多例子 包括那个沃夫冈 雷德 他收集的那些 这个德国的那些 真子花的黄色的花粉 那在摸马美术馆 他展示的方式 让我马上想起来 是两个方块 然后让我想起来 智商主义 马雷维奇的 黑白方块的 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么包括就是说 我师的那个 和三把椅子 那么库佐斯也做过一个 一把以三把桌子 这样的一个 关键作品 仍然是有一种 就是说平面形象的存在 和就是说 现成品和平面形象的 一种结合 所以呢 从这个 摸马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管它叫 机构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 惯性思维里头 我仍然所看到了一种 艺术符号学的一种 规约机制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传统 那么误导向的艺术 能否让我们的 这个艺术家 走出这种 规约的 这样的一种传统 走出这种 驯化的机制 这个我觉得 让这个 张车老师 来分享一下 你的看法 好的 顾老师 这个首先 你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 物理解为对象 对吧 如果理解为对象的话 就非常的接近 于符号学了 对吧 符号学要主体 然后它的对立面 就是对象 然后帮助者 反对者 对吧 他如果建构起来 那个格雷玛斯的 那套 所谓实动者结构 对吧 他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 从物导向的 本体论来讲 我刚才也在思考 这个事 把它理解为 转移为对象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既然实在物 或者说真实的物 我们是不可感知的 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们 为什么说它存在 对吧 那么这实际上 就是说 这个 它不在我们的 经验世界里 也就是说 它不在象征界里 对吧 它顶多是在 可以想象的 但是它不在 我们的这个 象征界里 那么它为什么存在 实际恰恰 它是作为一个 对象存在 因为我们 有感知的物 对吧 有了我们这个 所谓的现象学里 所谓的现象 因为现象是 我们是不可以把握的 我们只能观照 现象的这个事物的表象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一个树 我只能看到一个角度 我不可能把它的 所有的全部都看到 我们只能看到 它的表象 我们不可能看到 它的本质 我们不可能了解 它这个所有的东西 把握它所有的东西 对吧 那么这个 它是个现象 但是我们通过 我们的这种 人类感知的局限 通过这个局限 我们就要会 从语义学上来讲 是二元对立 我们就从这就能 从这个关键 就能导出来一个 它的对应物 那就是无限 比如那个 蒂卡尔讲 就是那个所谓的 神的那个物 那个无限的世界 对吧 那就是它就是 它是这样一个来的 通过这个实际 跟语义学是有关的 就是它是 要导向一个 因为二元对立嘛 就是它不可感知的 那么就感知的 我一定有一个不可感知 那么我们把这个理念 就当成了 所谓的物本身 因为物本身 我们是无法感受到 对吧 我们永远无法把握 这是一个我刚想象的问题 那么科学 科学就刚才您也提到了 就说这个 只要是能用语言来描述的 罗伦巴特是谁说过一个话 就说世界 语言的疆界 就是世界的疆界 好像是我记不住 语言话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就说当科学 或者我们说物理学 当物理学来 发现了量子的时候 对吧 我们用语言来描述量子的时候 这时候这时候他就又向那个实在物的迈进了一步 就是他实际把一个不可感知的东西 因为量子我们是感知不了的 我们怎么能感知呢 我们作为一个人 我们本身的我们的身体都是量子构成的 对吧 那你说我们能感受自己的身体 但我们能感受到量子吗 感受不到 对吧 那好了 但是我们当我们研说它 研究它的时候 实际我们已经研的这样一种 可研说的 这个语言的疆界的徒本 因为以前没有这个词嘛 对吧 没有这种介绍的话语方式 当然我们有这种话语方式 实际我们已经就像实在物 或者叫真实的物 迈进了一步 科学实际就是从理性的方式 从概念的这种方式 乃至这个 就刚才那个任老师讲的那种 先验的和后验的 对吧 这两种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不断的向它迈进 向它靠近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与它重合 这是我感觉是 无论科学发展到一万年以后 还是什么时候永远也不可能重合 只能是无限的接近 但是它永远不可能重合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刚才那个美老师和任老师也都提到了 科学实际也在改变物 对吧 我们今天的那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产品 那些个物 它是科学来改变的 那科学改变了物 实际也改变了我们的所谓的现象界 就是说我们的 它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拿的手机 就从这个拉康系列 这都是我们的他种 它建构了我们的 它是我们的一个镜像 这是一个 但以前我们没有 对吧 就我们以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它也改变我们生活 对吧 所以有很多人说 我们从人间社会 到了这个瓶间社会 到了瓶部间的这个社会 那么它也说 它也改变我们的日常经验 这是一个互动关系 相互的这种 所谓的接近和互相 或者用一个什么词 叫相互息息的关系 对吧 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一个互动关系 那么艺术呢 它是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它实际是以感性的力量 来改变我们 开发我们感知方式的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艺术的话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固化的 我们思想什么一切都变成固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会用一种日常的方式 来审视自我 那你比如说 刚才您提到的 那个是什么问题来的 就是我刚才正想到了 那个拉康的那个 就是主体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以摄影为例 就是大家都说 这个摄影是很真实的 就是它拍摄的这个东西 能够记录客观世界 实际上这是一个幻想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这个 就我们看见的 眼见都不为实 它是个幻想 按照拉康的那个理论说 那个你那看的对象 是个凹凸镜 对吧 那你看到是个折射的 恰恰这个虚项 对吧 不是一个真实的 在镜子后面 就是看不见的 它折射过来 你本身 就刚刚您说的那个 自我本身 就是你的一个障碍 就是你的障碍 说比你的 你就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了个虚项 那么后来 所以我一直认为 我说摄影不等于真实 这在中国 大家都认为是真实 这在西方 早就已经是 赵哥说的一句话 说摄影不等于真实 对吧 它记录不了 但你说摄影 能不能真实的 记录什么东西呢 后来我想过 说也是可以 记录谁啊 记录了你拍照 自己 记录了你本身 拍照 你主体观看 这个世界的方式 所以说摄影的意义 不在于你拍摄了 这些东西 给人家什么 提供了什么 什么真实的 什么什么 依据 这东西是不可靠的 但是呢 它提供了一个 让你 你比如说像 任老师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你比如说 我们50年以后的 人类学家反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看了摄影作品以后 不是因为这个作品本身 记录了我们今天 是什么现实的 什么真实 不是这样的 而是记录什么呢 记录了今天这一代人 是如何观看世界 是如何观看的 它的镜像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能不能记录的 你知道 而不是客观的 实际是记录一个主观的 是反向的 那么你看这个 经文分析理论呢 我对弗洛伊德之后 我对这个荣格和这个拉康 我是最感兴趣的 他们俩最有意思 一个是呢 游离了弗洛伊德 就是他这个 他把弗洛伊德的东西 给开拓了 就是这个 包括集体无意识 对吧 他超越了个人无意识 还有一个那拉康呢 是回归弗洛伊德 那这两个人 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最感兴趣的 虽然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精神分析的学者 但是我确实是一个 非常关注的这两个人 那你发现这两个人正相反 荣格呢 是一个合的 拉康是分裂的 他们俩贴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拉康 自我与主体是分裂的 人一进入这个象征界 通过被象征的这个东西 所谓的父亲之名 对吧 就把他给分裂了 这个东西 他以为这种分裂 就替代了弗洛伊德的 俄里普斯境界 就是一种阉割 阉割之后 人的主体与自我是分裂的 那么荣格呢 当然他也承认 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多种面向 你比如他讲那些不同的原型 这个人格面具原型 这个阴影原型 男人的anima原型 女人的animus原型 对吧 还有什么智慧老人原型 太阳原型 母大力母气原型 讲了一句对 但是他最终的一个核心的原型 是自性原型 这个自性原型就类似于什么呢 就类似刚才咱们讨论的 佛学里面的所谓的 阿赖耶诗 第八诗 它是所有的一个种子 就所谓智慧的种子 它这个种子呢 它超越了你这种分裂的主体 与自我之间的东西 是一个高度统合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所谓的 它本身 按照佛学来讲 它也不把它说的多神秘 它也是所谓的物的一种 因为它都是 对于佛学来讲都是空嘛 对吧 那么就说 它是一个能够统合的 就是按照这个荣格的自性原型来讲 是能够原型统合着一起的 这样一个 这种东西超越性 对对对 我觉得 张车老师 把那个荣格的这个原型 佛教的这个 阿赖耶诗的这个自性 跟这个物导向的这个对象 和物这个结合起来讨论 我觉得也很有启发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展开了 我们来这个 回答一下观众的提问 那么把时间开放过来 就是我们线上的这些观众 那么其中呢 有观众呢 就是想就是请的 就是梅老师 来回答这个一个问题 能否回答一下 宇宙中 其实不存在真正的物质 只有无数的痕迹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希望的梅老师提出一点 对物导向哲学的一种批评 梅老师 您的反馈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 事实上就是这个哈曼呢 他在2011年写过一篇文章 专门批评当代的一个 分析嫌爱上学家 叫Ladyman和Rose 他们两个人写了一本书 叫Everything Must Go 他们提出了一种 叫结构实在论的立场 这个宇宙中间呢 就是我们最早的这种物理主义 或者说唯物主义 是说最像德莫克里的时代 是说是原子存在 原子的组合 到当代的时候就会说 是最基层的立子的组合 当然你也知道 我们认为是有什么样的立子存在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套理论的 是吧 我们是实际上有一套规律 所以他们很多人认为 就是我们不要说这些 底层的立子存在 真实的是 约束这些立子 互相作用的那些 自然率的存在 这些自然率的存在 要比这个围观立子的存在更真实 他们是real 把世界连起来 形成了一个结构 所以说他们就会说 自然率要优先于 基本立子的存在 我们如果把物理主义 分成两度的话 一种是认为是 围观的物理实体存在 一种是这种自然率的存在 关系的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种版本是当代 物理主义的最新版本 那么哈曼呢 就是他有个批评 你这种理论呢 其实跟这种微信论一样 你还是没有能够变平化 我想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刚才有个观众提问 让我怎么批评 这个物理导向本听 我想说要你看在什么的 视野里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说 他提出了新的学乡上学 这个新的学乡上学 你是不能通过日常论证 去反驳掉的 也是不能通过科学论证 去反驳掉的 因为我们的科学手段 只是测量 是测量科学 是只能测量的那些东西 只能研究的自然规律 那么他这种东西 所以你会注意到 就是任海老师讲过 是那叫speculative realism 是思辨实在论 所以思辨实在论 就是说有很多东西 是出于概念的反思 思考的结果 而没有一个实证科学的证明 或者数学证没有的 就是思辨 那么这种思辨呢 如果它不走向极端的话 它会非常好 会为我们打开新的世界 尤其对我们从事艺术研究 有很有帮助 艺术本体的 但是如果它走得糊了边 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会讲 子不与怪力难神 是吧 我们甚至会讲 这个世界上面有神 有各种神神怪怪的东西 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 是你不是认识到的 据此其实很多非常 奇奇怪的贪论 我想那就是走过头了 在这个意义上 自然科学就构成了 一个基本的约束 就是使得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呼边去谈论一些不存在的事物 就是把那些东西 就是如果你在我们日常认知和我们哲学思辨里面去讨论的话 那就有问题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把它放在艺术白天的里面 去做各种不可能各种各样的去猜测 我想是没有问题 你比如说我们有不可能的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的自然律是不成立的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这恰恰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 打开我们四辆视野 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们的误导向本体能 不要走到极端 就是要知道它的位置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理论 它本身要看它的实用范围 要看它的对象 你就不能够对它做出一个普遍的批评 说它完全没有用 实际上我是要写个文章 要批评误导向本体能 对这个结构时代的批评 我认为它在某个方式批评错了 这是一个分析机会内部的一个讨论 我觉得是可以讨论 但是作为一种广义的一种艺术本体能 我觉得是非常有前进 这就是其实要我们回过头来 在这个时代去看 我们怎么看到一个理论 刘德理论错了吗 当然你的严格意义上说 我们的世界的真实运行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还在用刘德理论 你说爱因斯三年就对了吗 好像平常感受不到 量子的确就对吗 平常感受不到 那要看你的什么语境里面来讨 但是物呢 刚才顾老师讲了一点 包括藏老师也讲了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其实很好 为什么物可以是无限的 为什么就是它的可能性很多 它不是要某定在一个 微观的粒子状态 或者是说某定在一个实践状态 是因为我们存在着原则上 存在着无穷多可能的应用场景 一个物不管什么 它可以无穷多可能的场景 因为我们的时空是无限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从过去到未来 有各种场景 这个小便池 它离经千万代 可以放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它可以被做各种各样解读 也根据时代的思潮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观念去理解 非常的多元和无限 但是我们收回来 不管怎么样 它在一个意义上 它还是个小便池 它不是一个贵猴 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想说这可能是当代的科学和常识 要我们守这个底线 我想说只要守这个底线 那我们怎么开脑洞都可以 都是没有问题 谢谢 我想就是物导向的风启认 它一肯定不是唯物主义 第二它也不是物理主义 那么可以说如果我们把物 看到是一头大象 那么唯物主义或者物理主义 它是盲人目向的某一种方式 那么物导向的风启认 它并不表达是一个盲人在目向 它可能是有无数个盲人在目向 但仍然是盲人目向 就是说真的就是说 能通过这个思辨的时代论 能够把这个象 能够就是说完成恢复吗 真的能匹配吗 我觉得是还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还是有距离的 这个我想就是说 明老师你来反馈一下 对你刚才讲那个比喻 很好盲人摸象 我想说了科学家在摸象 常识类的摸象 因为他用了我们日常人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 如果你是用这方面去做艺术 你也在摸象 但是还有更多的东西 他们没有摸 他是在猜 在想象在开脑洞 他根本都没有看向去想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想象性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呢 恰恰是我们现在争议的一个焦点 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实它 也没办法去证伪它 就是这个意思说 我想说如果你把真理 总是理解为是科学真理的话 那我觉得是有点内容的 应该还有更多的 更多的真理 我们应该解放一下我们那种特别狭隘的 跟事实相符合的那种科学真理 我们有更多的真理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 当下开心未来 好 谢谢梅老师 对我们的艺术家高看一眼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实际上是要问任海老师的 任海老师就是说 艺术的观者成为一个隐喻 或者就是说 极其隐喻特性的替身吗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请问在人与物的集合当中 人与物所起的作用有何不同 基于不同的特质和功用 两者的地位 真的是完全扁平的吗 那么这是两个问题 这个任海老师有没有听到 谢谢 其实前面那个问题 艺术的观者为隐喻 主要是跟 其实跟后面这个 还是有点直接的关系 隐喻的替身吗 他就问 就是艺术的观者是隐喻的替身吗 要看具体的情况 是也不是说 艺术的观者 它总是隐喻 但是呢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不是说 每一个观者都会变成一个 隐喻的替身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这个问题 其实哈曼并没有 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我认为还是跟这个艺术的混合体有关 因为如果把人的观者 跟艺术作品之间分得清楚 分得过分的清楚之后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去过多的去考虑是说 在思辨的层面上 哪些是实在的物这一部分 哪一部分是感性物的部分 可是在人 在观者参与的时候 这个界限常常并不是特别的清楚的 你可以说在有的情况下是可以有替代 在有的情况下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哈 主要是还是涉及到 如何把人看成物的这个问题 其实从前面的讨论 我就想到说把object翻译成对象哈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开始很多人认为是不可以的 因为谈对象的话 它的潜在的意义就是要有一个主体的认知的 一个主体性的问题 它是一个主体跟客体的关系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多考问 但是呢 浙老师和顾老师还有梅老师 你们在解释的时候 让我想到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比如说自我哈 这个概念 心理人的自我 其实他的潜在的对象指的是他者 自我是一个他者 其实自我这个他者 就相当于实在物的这一部分 然后自我呢 就是我们能够承认的感性物 所以这个人本身 我们为什么说是分裂的呢 或者是有矛盾的呢 就是因为实际上一直是这种 自我的这一部分 能够接受的 和那种自我作为他者的那一部分 实在的那一部分是无法接触的 这个之间呢 是需要这种不断的再调节 这是这是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这种聚合 就是一种自我和他者的这个聚合 也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 同物导向的角度上 看的一种可能性 然后因为很多人去批评 其实有很多人批评哈曼 这个从物理学 从哲学 还有从人类学各个方面 所以哈曼批评最多的一个 涉及到 当然 顾老师提到 从他不是物质主义 这是对的 很多很多的学者 其实是从马克思的 这个系统下面的 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物导向会不会是 这个商品拜物教 你这个理论 就是一个商品 然后你 这个哈 其实这个批评哈 是不太严谨的 因为你去读 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马克思讲的这种物哈 它其实在批评 剩余价值 它是一个价值理论 而不是一个物的理论 而且马克思在讲哈 使用价值本身 就是说明物本身 不是所有的部分 都可以变成 交换价商品的这一部分 所以马克思已经意识到 我们所谈的这种商品 它就其中包括了 这种一种混合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 不是物质主义 这是需要这样理解的 所以我觉得 即使批评的人的话 也需要理解这种 所谓商品拜物教 它并不是一个物的一个理论 是一个价值的一个理论 对的 好 谢谢任海老师的回答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 对这个物导向的哲学 和物导向的本体认 有一个初步的探讨 当然就是说 好多问题还有待深入 尤其是对科学主义 所带来的一种 特别奇怪 一种普遍主义的一种理想 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把整个世界 解释为一种能量存在方式 甚至就是说 多解释为一种量子态 会还原到一个正悬波 就是把这个任何的物质 都还原为一种正悬波等等 而且把它又看作是一种 放置四海而接准的 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物导向的这个本体认 正好是对这种简单化的思维 或者是一种新的真理观的 很好的一个破解 那么我们今天来讨论 这个物导向的本体认 其实能够让我们 就是说打开更多的视野 然后能够有一个 更加扁平的方式 来就是说整理 就是既往的知识 然后包括思想这个方法 还有就是整理我们就是说 就是依赖的这样的一种 感知结构和逻辑结构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有启发 那么今天呢 感谢任海老师 你的精彩的分享 也感谢陈建华老师 和张扯老师的精彩的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了 那么感谢就是说观看 我们这一次讲座的 所有的观众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的用心聆听 服务器艺术 有明堂系列线上讲座 符号学与当代艺术 本期到此结束 也非常感谢各院校机构 和媒体的大力支持与参与 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